你们看这个人是谁 我刚坐下苏纳克两口子就进来了 他那时候还是英国财相 我就顺手拍了点照片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苏纳克大女儿就读的学校 我是作为咱们一个中国女孩的监护人 去参加今年的新生见面会 一个普通印度移民的孩子 靠精英教育人生逆袭的苏纳克 作为英国名校最大的受益者 比所有人都深谙此道 就是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 没有之一 这所学校就是被誉为英国女校中的伊顿 威亚女中 苏纳克是温切斯特工学毕业的 那是个男校 男校里边温切斯特那是排在伊顿和哈罗之后 那么他女儿现在读女校中的伊顿 就等于是比他当年还要更上一层楼 威亚一年走读是33000英镑 寄宿是44000英镑 比国内的国际学校还便宜 英国首相都这么拼 有些人还在那什么感慨的 娶了一个富婆才成功的 请问 没有在英国顶级工学里面 完成一个印度移民到英国精英的蜕变 进而毕业于牛津斯坦福 哪个富婆会看上的 他活好啊 而且英国的男子工学和女子的顶级私校 很多我们代理的中国孩子都考进来了 我现在监护这个女孩和苏纳克的女儿 同班同学 据孩子回来跟我说 苏纳克的女儿没有咱中国孩子聪明 学习一般 性格也比较内向 每天早都哭 给家里打电话 这是他第一次住校 来威亚之前 他就读一伦敦著名的预备小学 叫格伦道尔 贝克汉姆家的小亲 就在那读 一年学费是两万三英镑 所以大家看 咱们中国孩子不但不差 而且非常的优秀 就是某些父母 成了孩子成长的天花板 具备条件的家长们 后疫情时代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投资项目 我建议 您还是投在你子女的教育上 因为你肯定不亏钱 关注英国精英教育 不懂就死我了 单身 可聊